今天我们带上这个衬 去撑一下那三头小的藏象猪 养了快半年了 给大家看一下 养了半年的藏象猪到底有多大 劝大家真的不要养藏象猪 走 会后会 你在啥情况呀 我老婆跟过来了 你就像一个跟壁虫一样 不过也好 冲到我的摄影师 前一段时间杀了一头 材七斤多 是吧 杀好撑的 肯定也不超过十斤 杀前七斤多 杀后四斤二两 这三头应该超了十斤吧 今天撑一下 主要是这个猪 大舅送给我 如果要我去买 我不会买这种猪 去皮 去皮 你还打算抱着它撑呢 我才125斤 你125斤吗 我看一下 一百二十五斤 看见没有 像我这种身高 一米七三的身高 一百二十五斤 完美身材 一米六的人 还会说一米七三 真的是脸皮真厚 抓一头出来 看该有多重 你觉得哪一头最大 我感觉里面那一头最大 房间的最小 最小 你们这样看着我干嘛 他没地方可躲 我养了你们半年多了 按道理我们之间的感情应该很深了 知道吧 小心他咬你 哇哇哇哇哇 小心点被被咬了 小心一点哈 咬你 我好怕你被咬了 我好怕你被咬了 这头有二十斤 二十一 看啥 你看见吗 哎真的 二十一斤 啥 我要去挑衅他们 你就累了 喘大了 继续喘继继续的 记得哈 超大一头 你还敢抓 我的目标 这一头 干嘛咬到你了 好累 好累啊 吃九斤九两 那差不多哎 相差一斤 一斤也挺多一点 不要再撑了 不要再撑了一点胖 好了好了 哦接下来 可以要拉四头大锅 不要去撑那个太大了 搞到手了 你累的 完了 三头藏象猪 撑了两头 两头最大的 另外一头 估计就是 十七斤左右 啊 养了半年 如果兄弟们 说什么 如果大家想靠养猪 赠钱啊 比如说你在家里面 有一个场地 刚好可以养猪 千万不要养脏象猪 啊 赔本子 养了半年多 二十斤左右 啊 真的没必要养 你养个两三头啊 养了个白猪 如果 喂的好 吃的好 一年长个四五百斤 如果我当初养的白猪 半年多 不要说多哈 一百七八十斤 是肯定有的 吃又能吃 长又不长 是啊 不是我喂的不好 其实他们每天都吃的很好的 品种问题 就是不长鸽 二十多斤也可以了 二十出头好不好 嗯啊 出头 这个去上面喂鸡 啊 这个喂鸡了哈 你不要老看着人家 浪他 哈哈哈 你 pension 感谢观看